6月4号非比寻常的一天 今天是史上卡斯最强大的Computex 在台北登场了 黄仁君仍然是最受瞩目的焦点 大家今天都在讨论 哇 他开进口宣布 要加码投资台湾 要在台湾设立首座非常大型的设计中心 还预计招聘签名的工程师大队 我们就问 先前那两座研发中心之外的 第三笔投资吗 会落脚在哪一个县市呢 我们来看 高雄高科技S狼带争取的力道最大 从路竹桥头男子一路往南到林园 这个超级S 如何翻转高雄 从石化从传产变成不可思议的软体新乐园 是 去一下我们整个礼拜 都是陷入在黄仁勋这个AI浪潮里面 他真的是点时成绩 他现在进到我们Computex展区 哇塞 跟个超级巨星一样 被满满满满的包围 每个人都看到他 都像看到财神一样 赶快来一张沾沾他的一个喜气 一根财气 那现在今天有一个 更令人觉得说 哇 这个历史性的画面 是画面呢 我们的AI教父黄仁勋竟然同框谁 台湾最新出炉的首部 林百里 两个人 你想说奇怪 他们两个人在干什么呢 怎么会拿一个桌球派呢 不要小看桌球派 这可是林百里特别准备的快幕桌球派 来送给这个黄仁勋 他说希望我们两个人的友谊 就像这个快幕桌球派一样 非常的牢固 而且呢 永永远远 然后人家就想说 那为什么桌球派呢 原来黄仁勋 他在念书的时候 他曾经参加过 全美青少年杯的桌球巡回赛 所以他看到之后 马上来挥了一下 这个送礼送到新坎里 你就知道真的 这个AI教父同框 台湾首部的画面 多么的珍贵 更重棒的是黄仁勋 黄仁勋开金口 他说要在台湾 招募千名的工程师 大军大部队 成立一个他口中的 这一个设计中心 研发中心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 君相我们都知道 世上黄仁勋 大概从2020年开始 一旦落脚 要把他整个物流中心 留在台湾之后 他投资台湾的行动 可以是一而再再而三 不断地加码再加码 现在自从他之前 宣布了300多亿之后 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 他说未来五年之后 之内 达达会在台湾 设立一个大型的设计中心 那我们知道 事实上第一座的 大型的设计中心 已经在内湖这边 而且其实今年就已经 开始正式启用 那外面也在传言 尤其今天红海也证实 第二座的一个设计的大型中心 落脚在高雄的软体园区 而且是跟红海吸收的 所以大家今天听到黄仁勋上讲 这代表着是第三座的一个大型设计中心吗 他说欢迎大家来推荐地点 所以我跟你讲 现在跟选秀一样 台北高雄虽然我们已经有一座 那这种哪有在闲多的 所以马上台南跟台中说 炫火炫火炫火 所以现在一大片 所有的各县市政府都动起来 干嘛要把这个财神爷 赢到自己的县市来落脚 盖这个所谓的大型的设计中心 黄仁勋在他的 present的后面那个背板 有没有报名牌有没有 16所的公司力大学 还有几十家的这个供应链 被他点到的股价都飞喷了 好 现在又来报名牌 到底口中的这个千人大部队的 设计中心落脚何处 你刚刚提到了 对 鸿海在高雄 对 鸿海跟NVIDIA 高雄就非常迅猛了 是 我们都知道 事实上鸿海为什么最近股 比较尤其是今年以来 股价真的是跟突飞猛进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因为他已经独家吃到了 就是辉达的这个NB200的这个订单 这个订单吓死人了 他预计了2025年 要出大概4万组机架台的 这个AI4服器 光这笔订单 有人说就光帮鸿海 贡献了大概两兆营收 两兆营收 所以你就知道 强强联手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大家就说 这两强 这AI的龙头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鸿海 两个联手情况之下 高雄整个已经快要变成 本来是重工业的一个重镇 什么钢铁厂 石化厂 这我们都很熟悉 从2014年之后 一步一步一步 蜕变 现在已经变成是软体的 一个新乐园 我给你讲几个数字会说话 第一个 光是五月份 释出的一个工作的 科技业的就职机会 就较十年前增加了60% 甚至已经超越过台南 光是这三年的职业 都已经突破万 第二个是2019年 在这个软体科学园区里面的 企业大概245家 平均的资本额大概是2000万 就少于2000万左右 现在整个当大人 现在已经变成 2023年进驻就有280家 平均的资本额 扩增到了5200万元 所以你就知道 这些本来就是一些新创公司 经过这几年之后 越来成长得越好 你就知道高雄现在 真的已经从过去的 一个工业的重镇 变成是软体的新剧镇 然后你看那个位置非常好 你光从一个地方 可以看出来钢山 钢山以前我们都讲出 它是螺丝的一个生产的重镇 人家现在没在生产 螺丝人家变成怎样 人家前面北方 有个路竹科学园区 南方又有一个桥头科学园区 所以这桥科 北科两个加起来 关路没有 你现在只看到 掐头去尾 切三块的一小块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南科 南科拉下来 路竹 钢山 桥头 最后到了林园 这个超级的S型 你刚刚提到了 它翻转了高雄 从过去的传产的 实化的 变成软体新乐园了 是 其实几年前 我有去过高雄 我对那个美术馆 那边我觉得也不错 那我朋友他爸爸 事实上他们也就是 以前把那个偷贴卖掉 然后去买美术馆 我如果没记住的话 以前一瓶好像才 三十几万 四十几万 现在天哪 据说六十万都还买不到 所以现在就是整个高雄 他们现在的房地产 真的也是开始 非常蓬勃发展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 它不是炒 它是居住 因为工作机会来了 所以当然大家这些 麦克麦克 就是口袋很慢 所以买的这些豪宅 也越来越多 好 创下 到底AI浪潮之中 它可以改变人类生活 到什么样子 黄仁勋用一个 让我极为传承的形容 或有一个 孪生数位的 你的双胞胎 除此之外 它能改变生活 到什么样的境地 数位孪生 黄仁勋在这次 台大演讲的时候 讲出了一个 让你觉得非常讶异的名词 什么叫数位孪生 就是我们真实世界 我看到什么 我摸到什么 在虚领世界里面 即时就产生 同样的一个 虚领的平行宇宙 AI可以有两个 黄创下 一个在我面前 一个在数位的世界里 如果看到我这个样子 马上在电脑里面 就有一个黄创下 是同样的 1991年的时候 提出了一个 完全静向的概念 所以黄仁勋才会告诉你 下一波 什么叫实体AI 那么多机器人 对吧 那那么多机器人 他眼睛可以看到 黄仁勋的动作 他可以看到 黄仁勋的状况 然后他们在他们 整个脑袋里面 数位电脑里面 就产生了一个 数位的 完全的 软身的黄仁勋 对吧 但是 黄仁勋觉得 还缺一个东西 他的 没办法 即时 感受到黄仁勋的语言 如果黄仁勋在讲什么 他们立刻感受到 立刻 可以取下来 认知出来 那个东西的话 以后我们在家里里面 黄仁勋背后 那么多的机器人 真的就可以在家里面 跟你当朋友一样 你可以告诉他 说帮我倒杯咖啡 或是 怎么样的状况 他到时候 你不需要任何的编码 直接就可以 在你生活里面 成为你的最好的朋友 毛毛的 我不需要编码 我不要训练他 他第一时间 听得懂我的话 他会自主判断 做出反应 而这个反应 可能就是人跟人的互动 问题是 他是会思考的机器人 这次在Computex之前 黄仁勋那一场 非常震撼人气的演说 他告诉全世界 台湾 即将在不久的未来 产制出自己的AI机器人 这是多重磅的消息 所以这比例 他提到里面 就像广民的 达民机器人 那达民机器人 其实就是 里面有一个核心的观念 因为我们过去的时候 做机器人 做Robot 做了从自动控制 到现在40年 我们到编码 他现在透过 导入AI的这样一个机器人之后 编码时程 已经减少了70% 然后整个循环的时间 胎lag的时间 减少了20% 当然还是需要 工程师在幕后 但是如果继续广泛运用 继续他的认知能力 真的就变成数位软身的时候 是不是就更强大了 所以他为什么 在那天提了一件事情 他跟鸿海在合作 就是因为鸿海有200万个模组 所以工程师 那些工匠的精神 如果都导入进去 那就很厉害了 接下来就是认知能力 那认知能力是什么 我们过去的时候 可以捡东西 但是一个袋子过去了 一个输送袋 我有500种垃圾 那我要在茫茫的垃圾里面 挑出一个真正我想要挑的 我要能判断 那我们现在垃圾分类 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辛苦的工人 在那边看这个是塑胶 那是人脑 那是人脑 但是你可以看到没有 已经做到了 这个认知能力变成 因为它已经不是 我固定写好编码 就在这个坐标 这个定点我拿 我会看到 我要剪的是塑胶 我要剪的是玻璃 你要知道 下面那个输送袋 有多快就过去 它在这么毫秒之间 做出判断 完成行动 那就是认知的GPU能力 越来越强 算力越来越快 这当然需要台积电的晶片 然后另外一个 你会看到的就是 现在还有 就是那个自动车 那个机器人 你要看到上面 那个200G的战术机器人 它厉害在哪里 它过去的时候 用履带走 可是它像有脚一样 它走一走 碰到有困局的时候 它是可以直接伸出来 然后还有这个 你会看到 机器人加油 你要具象 你叫加油的男在哪里 你加油真的停过去之后 可是每台车子的高度不一样 对啊 车型车款不同 车款不一样 左边右边 我就算跟你开同样的车 但是我懒啊 我的胎压不足 我的那个整个加油孔 会不会比你的低一点 这个他也能判断吗 他就能够认知判断 直接的做出 realtide的反应 是 然后认知 所以这个叫做数位软身 我知道我要调低一点 是 我知道我要调高一点 新一代的机械狗也是如此 所以这个叫做新的数位软身 就是AI加上 整个台积片越来越省电 越来越运算能力的快速 可是呢 这里面呢 AI也给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呢 有个机器人呢 那人家记者就问他说 机器人才很高兴啊 那你的乐趣是什么 我以嘲笑人类为主 他居然讲出这种话 对而且他可以听懂五种语言 是 你用不管用这五种语言去问他 他就说我以嘲笑人类为主 可是具象你要看到他旁边的电脑 其实他这么上 因为那边有打字幕 所以他还是用编码的能力 但是刚刚讲的 如果说这种整个AI的这个技术 认知能力越来越强 他确实是嘲笑人类 因为我们当年的时候 是希望机器人帮我们解决 我们不需要动劳力的工作 对 然后我们可以把所有力气 去做创意 去做创新 对 那现在呢 AI告诉你说 我正在嘲笑你们 劳力的工作 你们做不了了 以后有创意的工作 创新的工作 也是我来了 那真的人类被嘲笑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 Computex先起的AI应用 不只是天上飞 路上跑水底游的 不管是NVIDIA到超微 都绕不过一家公司 叫台积电 会真告诉我们 为什么开场 我跟大家报告 今天飞比寻常 那边叫Computex 这边台积电 新时代全面揭开序幕了 是台积电今天事代轮替 所谓的事代轮替 就是刘德英 是他最后一次主持 以董事长身份主持 今天的股东会 那接下来就是会有 魏哲家 魏哲家的时代来临 那在这一次的股东会上 事实上很多人都关心 台积电未来的发展 现在就有人问了 刘德英说 华为会不会再短短几年 这就追上 结果刘德英 他比较保守 他说 这个事情是不太可能发生 结果你知道我们的魏哲家 我们的魏哲家 其实蛮有魄力 而且他其实 就人家会觉得 他自己也觉得说 他比较欣赏的是 陆顶记里面的韦晓报 很灵活 很有捐霸 人家就问他嘛 就说有没有可能 这个三星跟英特尔 尤其是英特尔 进行格都已经也都 抢单抢到台湾来了 有没有可能 在近期的几年之内 他们想会跟台湾 这个台积电这边 一较高下 甚至要追上台积电 人家这个 无人盟主的霸气 魏哲家说什么 门都没有 你找没路啦 你别说找没路 你门都没有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展现出来的 新掌门人的气魄 就在这里 那其实魏哲家 事实上是由 张周萌新典 可以从1998年 进到台积电之后 你看到现在都 二三十年的一个磨练 我跟你讲 用磨练真的不是 开玩笑的 事实上魏哲家 在之前 他是在新加坡的 一个特举半导体公司 他那时候 已经是资深副总了 就他来到了 这个台积电之后 他也是挂一个 就想说 也是个资深副总 管成熟制产 但事实上就是管 这个八寸长 就是那种比较 其实技术没有很新的 然后呢 但是他管的人不少 他管的人大概有一两万人 一点二万人 结果后来 那个张周萌新 开始要磨练他 他就说 你不能再管那种 我把你调去个业务部 这个业务部要干嘛 就是要伺候客户 你要跟伺候客户拨弱 客户所有提出的要求 你都要满足他 然后你要抢到单 没有想到 他从那个部门 一两万的部门 调到管 只有不到七十人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好像是被你这样兵起来 也不错 像那个梁梦松就这样 就兵的就走 他没有 他很开心 他觉得说那没关系 那刚好我也可以 就没想到那个工作的 最痛苦的是什么 原来要每天跟张周萌碰面 所以呢 他说 就这样一个被张周萌的 手把手的带带带 带出来现在接掌的台积电 这也是人家会认为说 为什么他可以接下 如此庞大带领台积电 进入AI浪潮 最重要的一个领导人 常常说他自己是 南岛第3的 第3的这个症嵌子 他用他的方式 去跟张周萌相处 讲过一个故事 张周萌是痛骂他 他说 报告 你可以怀疑我不够聪明 你不能怀疑我对 台积电的忠心耿耿 他就是用他独特的方式 我就问 这个满头白法 极为灵活的魏哲家 接下来怎么带领台积电 还能继续高速冲刺 如同他们的晶片吗 是 我跟你讲 这个魏哲家 其实大家都在讲 他多灵活你知道吗 他比如说 他去跟学生演讲 然后他就感觉 全部都宅男嘛 他就讲了一句说 你们来台积电 比较好找女朋友 所以他就是那种 就是很展现 完全不同的幽默嘛 然后再来 这个日经亚洲 就人家讲到说 魏哲家 现在台积电 是遥遥领先 可是他有三大的 整个台积电 未来的一个三大挑战 第一大挑战 其实是不超支 在台积电 也就是地缘政治的 一个风险 中国台湾跟 大人打架 他没有办法 这个部分是确实 比较没有办法控制 那第二个部分 事实上他认为 就是说过去 台积电在2018年的时候 他整个资本支出 也才多少 也才100亿美金左右 今年2023年 一年的资本支出 高达300多亿 一兆 管的人以前 大概只有4.8万 现在管的人7.6万 而且管的人是日本人 美国人到处都有 所以你就知道 当你的越来越复杂 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管的部分 企业文化能不能磨合 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第三个挑战是什么 就是媒体跟他讲 现在整个产业 已经进入到 比如说三奈米 两奈米 摩尔地率 已经夹得浸泡了 所以你现在技术上 你要怎么样 透过一个突破 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去专严 很重要的一个技术突破 像最新的什么 就COAS 所谓的先进封装 先进封装这边 也就是成功的 让它的一个产能 这个所谓的效能增加 耗电或者是成本 降低的情况之下 才能完全符合 现在NVIDIA的AI时代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案例 是什么 就是7奈米 其实那时候 在2018年的时候 18年以前 有一段时间 就Intel跟台积电 他们在10奈米的制程的时候 其实Intel表现还比他好 但那时候在魏泽家 那个刘德英 就做了一个很大难的决定 我们10奈米 现在没有很稳 没有关系 我另外一组人拨出去 全力去冲刺7奈米 弯道超车 我先去抢7奈米 对 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说 你这个10奈米都没站稳 这样有可能吗 就没有想到他当时 那么大胆的决定 结果在2018年5月的时候 台积电的7奈米 不仅产出 而且良率提高 而且非常稳 也就是这样成功的意义 打败了Intel 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了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5G报新闻 郡相还有优秀的 5G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